在受到了重创的土地上 撒下了爱的种子 而且也看到发芽结果的 除了在缅甸之外 当然还有四川的地震灾区 而事实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现在在当地所进行的希望工程的脚步 还在紧密的进行当中 来看到的就是四川绵阳市的 尤仙经济区实验中小学 在大地震过后 房舍变成了围楼 基金会七月份先和游先证完成了签约 同时呢 今天基金会的副总王端正再多的探访 来确设这个校舍的设计图 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就是这个设计图 将来在这边呢 会有中学十八班 小学十二班 应该可以容纳有一千五百位的学生 能让绵阳游先经济区实验中学 怪手正忙着拆除剩下的砖瓦 好方便轻运 五月替成后 实验中学和实验小学校舍都变成围楼 七月中 慈禧经济会和当地政府完成原件协议 负责整合两所学校的校舍工程 全部损伤必须撤掉重建 再后重建 最后我就预计要整合成一个学校 整合九年一贯之一所学校 按照我们实际的要求 发展成为一所城市学校 发展成为一所城市当中的园林式的学校 副总和建筑师看着规划图 讨论校舍配置事宜 由先经济区实验中小学 秉持教育是百年大计的理念 要把这一千五百人的校舍做最好的规划 从缩小模型可以看到 校舍左边和右边分别是中学和小学的校舍 彼此之间则用专业教室和行政大楼串联起来 也有宿舍餐厅等建筑 容纳中班18班 小学12班的规模 它这个学校如果盖起来的话 就是相当好的学校了 这九年一贯 这个可能在大陆 它能够把小学跟中学 运在一起考量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很先进的思想 对对对朝这个方向 当地政府希望赶快定案 期待11月开工 赶上明年9月学校开学时间 让在组合物理读书的学生们 能有个新校舍可用 展现优先经济实验区的新风貌 大约新闻 江龙李坚宽 四川报道